嗨 道士好 今天我們人來到南港 因為據說這邊你只要花90元 就可以喝咖啡 吃甜食 還可以吃零食跟吃雙淇淋 都是吃到飽的喔 然後還可以看書的一個好地方 舊師園內 不敢相信 超級便宜的 我們剛剛在找這個地方其實不太好找 它在南港車站的CityLink二樓 我們已經找到了 它叫做鳥屋書店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因為我跟攝影師都是第一次來 來 GO GO 好啦 那我們拿到我們的牌子了 馬上就直接給它做進來 一入場就馬上就看到非常多的零食跟飲料可以吃 可以自助 我第一個比較有興趣的就是麵包了 因為我剛好看到他們這邊有自己的烤麵包機 然後有各種麵包可以選擇 還有這種脆片餅乾 對 超級多的 他們的茶是用那個Twinnings的 其實也是不錯的茶 這有茶都比較有超想吃的 這麵包 對啊 看起來這種脆脆的東西還有堅果耶 麵包它都是用這種貼心的包裝 應該是說比較衛生一點 好 我們就自己拋起來 其實吃一個應該是不夠啦 還是因為我們東西很多 我就希望可以全餅介紹到 然後是給它買了兩個小時 它入場的時候先問你說你要大概多久 然後他們這邊還有這個垃圾桶可以丟啦 就是我們剛剛的麵包的這個 那他們的咖啡呢 總共有三款的豆子可以選 而且你還可以選擇是你要用伊利的還是路易莎的 我覺得這個點還蠻貼心的 就我們兩款都 欸 我們三款都喝看看 感覺咖啡機也蠻高級的 好啦 那我們拿了麵包 做定位啦 因為現在這邊的話呢 盡量是保持安靜啦 就是大家讀書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我們拿了麵包 我稍微有烤了一下 然後還有這種沒烤的 那基本上這邊 檯面上就是所有的麵包了 今天的 然後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環境好了 其實我一進來啊 因為今天是平日的 中午以前啊 現在是大概11點半 中午以前的話都會有半夾油 原本是180直接變90 對 然後後面有非常多的書籍可以閱讀 以及我剛好看到一個很酷的 有印表機 對 如果你今天要來印公文的話也是可以 然後它的座位呢 有這種比較採光的位置 但是都是比較偏單獨有隔板式的 以及這種比較公開的 我們現在是做在比較公開的沙發椅 還有那種比較 一個小小的像是K宿中心的那種位置也有 還有那種會議室 就是你要說今天是要來談公式的話也可以 然後就可以邊談公式邊吃點心 那我今天主要是幫大家吃一下這邊的 點心好吃不好吃啊 麵包吃回本 好 我們先吃這個 應該是一般的那種烤吐司啊 嗯 吃一下 帶有一點奶香味 而且很脆 這盤我烤得比較剛好 這盤的話呢 就有點翻車了 麵包你吃到口感舌燥的時候 再配一下他們這邊的咖啡 這一杯的話呢 我是選擇是路易莎的美式黑咖啡 然後還有另外兩款 但它一杯的話 感覺就已經符合我一般 一天所需要的咖啡銀含量 今天我應該拍到吧 那再試另外一款 這上面感覺有放一點蔓越莓果乾耶 足以那種五穀雜糧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黑芝麻 嗯 它稍微烤過之後外表是有點 那種 硬硬的感覺 對 然後裡面的話是軟軟的麵包 這款也蠻好吃的 越咬越有它那個麵包本身的那個甜味 嗯 這款美式的話是比較偏酸 它不會苦 我們再試一下 喔 菠蘿麵包 烤到有點焦灰它之後 它又產生一點焦化的反應了 哇 這款明顯甜很多耶 而且因為我烤過 它上面這個酥皮超脆的 再來試一下 這應該是巧克力的 嗯 我烤到它已經 有點產生那種苦味了 但是不有一番風味啊 它也是屬於這種 中間是軟的麵包 嗯 裡面呢也放了一點點的堅果喔 好 那我們再試 小餐包 這款的話還是特別 沒給它烤了 我們來試一下 沒烤過的麵包會怎麼樣 我來看 它裡面應該是有奶油的 沒有 沒有 這可能我們要 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沒有果醬 對 抹一下 如果果醬的話 大家來的話應該是可以抹一下 強烈建議大家180度先烤兩分鐘 會是最剛好的一個吃法 這樣子真的是蠻無聊的 然後呢這邊它們的盤子都是屬於這種 這種大小的 然後我再去裝一點 然後他們除此之外 還有這種大小的 這種大小的 你就可以放一些堅果 或者是一些點心麵啊 因為我剛剛看那邊有點心麵 還有爆米花 對 我們去拿一下 對 我們去拿一下 好的 那這一回合呢 我拿了一些零食餅乾 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品項真的很多 那我就覺得說 這也有點像是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什麼Google啊 然後那種 比較高階的那種美式的公司 他們不是 員工的福利 都是會有這種小小的自助吧嗎 然後就是 就是當你在午休的時候 可以來吃的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是那種感覺 然後帶著它的名牌 你們這樣覺得 對吧 就很像午休時間 或者是啊 你在上班 哇 太無聊了 然後就出來吃一點零食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裡有爆米花 而且有兩種口味 就是爆米花耶 它是那個鹹甜鹹甜的 然後它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焦糖 然後一個是巧達起司 除此之外它還有這種 鹽酥雞豆豆 超脆 還有這種 點心花生麵 好脆喔 其實有時候很累啊 想睡覺的時候 我往往吃到這種脆脆的東西 我都覺得精神特別好耶 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他說這個是 什麼 綜合果乾 居然有這種長得像薯條的 吃一下 哇 這款很帥土耶 而且也不會太鹹 也不會到太甜 還有這種 芋頭的 這款超讚的 然後這邊的話 除了咖啡還有那種拿鐵 以及無糖的綠茶 無糖的有綠茶跟紅茶 還有柳橙汁 然後如果你今天想要喝牛奶的話 好像是沒有 因為我剛好看到一些 那種Cereal脆片 對 我想說如果有牛奶的話 那就超爽 欸 這什麼 芒果乾嗎 果乾之類的 不然這什麼 果乾啊 香蕉耶 香蕉耶 這在電影院吃 你會被旁邊的人 很折 超脆 超大的 還是你在賭書的時候 別人在旁邊吃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沒有辦法專心在看書 就還好 因為今天是平日 它大概做 我覺得沒有到很多人 那我們來試一下沙威嘛 嗯 有點乾 然後是微甜的 我覺得 欸 配咖啡很好吃耶 剛剛原本是只有甜味 甜苦中和 超爽的 欸 堅果 你知道外面堅果 一盒 五百塊 好事多的 堅果吃回本啦 堅果好東西耶 而且它也沒有開鮮果 開鮮果喔 對 但是 就看得到但轉不起來 喔 因為它是綜合的嘛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 它也是隨機的嘛 好啦 這裡就是甜鹹中和 它其實 好像 介紹的都差不多耶 還是幾次 它還有那種 3.1克 就是假如說你今天想要喝 熱的 然後也可以沖熱茶 它有那個自動的那種 很智慧的 很智慧的 給水器 直接調溫度 我們來試一下 美味 美味 是美味品牌的 Potato Fries 裡面打開來 它這種薯條是長的 比較像是 空心的薯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那個 薯條三兄弟 日本的 它就比較結實一點點 這就比較酥了 因為我就挑了幾個 比較像是台灣 比較不常見的 我都有拿 像剛剛那個薯條 還有這個 夾心餅乾 還滿大一個的耶 這邊是亮麵的 這邊是 對那是糖霜 這邊也是那種 濃濃的起司 吃這個會出事啊 那調的滿低 我等一下會找一找 這碗滿好吃的 這麵的起司 味道還滿濃郁的 而且起司帶有甜味 大概是義美夾心酥 會有兩塊這樣子 很經典啊 小時候的味道 義美老牌者 陪我從小到大 那種 以前家裡都會買這種夾心酥 要嘛就是檸檬口味 要嘛就是這種小莓口味 那我們現在最後一個 番茄餅乾 它是 它上面寫芋柔味 芋柔味 嗯 滿好吃的 不會到太鹹 然後淡淡的番茄味 然後這邊的話 我剛有看一下就是 他們還有冰淇淋機耶 但那個冰淇淋的話 是好像12點之後才會供應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把東西吃一吃 然後就可以開始看一點書 增加一些知識 那這邊的書我是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定期更新啊 我感覺是應該會 因為其實 檯面上看到的書 就是它沒有把它塞得很滿 所以可能就是真的都會更新這樣 好啦 那這一輪的話呢 我就把它們那個 可以用轉的 轉蛋機的那個脆變 最後三款餅乾都拿到了 這邊有一點點的這個 應該是早餐會吃到的吧 脆脆 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就大家吃脆 它有點像是那種 會甜的耶 那種 有點像是剛剛吃到的爆米花 但是有時候爆米花不是沒有炸好嗎 然後它的花瓣 這有點像是只有爆米花的花瓣的口感 以及這種很甜的麥片 還有這種小朋友最喜歡的古物脆片 喔 好沒口味 正點 沒有牛奶可惜 不過我們有玉米濃湯 跟這個煎鍋飲 這個的話呢是廣級的 這兩個都是廣級的 喝看看 喔 雖然它我是用90度的高溫去沖 可是它還是有點結塊 那就是你喝到結塊的時候 會整個很鹹 所以你就可能還是要再嚼一下 比較溶不掉啦 因為我剛剛看它們最大容器的杯子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更大的話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它裡面是真的有蔥的耶 好酷喔 鹹鹹的 然後又有一點微甜 我們再試一下堅果飲 這喝起來就兩個字健康 不會到太甜 然後它又有一種堅果 然後黑芝麻 那種各種 平常小朋友不喜歡的那種味道 在這一碗裡面 我剛才發現它你看 它裡面這個底部其實是有料的耶 就它本身的這個料 直接把它倒出來 這個就是變成是養生粥 我們再去裝一個咖啡 就是我想喝看看伊利的咖啡 跟路易商的咖啡茶 好啦那我們12點就可以吃我們的冰淇淋啦 那冰淇淋的話也是採自助式的 它旁邊有教學 就是自己擠 可能就是像是在當麥當勞店員一樣 來囉 開啟 我已經馬步下去囉 如果是以初學者來說 我就覺得OK 然後它旁邊有很多種醬料可以加 只有抹茶粉跟背茶粉還有可可粉 背茶比較少見 我給它撒一點 因為我本身沒有吃那麼甜 它還有這種糖漿可以加 那我們來插一點點這個配料 好啦那我們拿回我們的雙麒麟 我稍微加一些 就是會讓小朋友很開心的料 以及各種顏色都給它放上去了 我剛剛試了一下它這個雙麒麟的文底 今天來味還蠻夠的耶 那個我剛剛說的麥當勞其實真的蠻像的 就是蛋捲雙麒麟 少了蛋捲 然後我加了一點抹茶粉 剛剛我還有看到那種 那個哈利波特的那個 那種豆豆啊 好像這叫什麼豆 你知道那什麼豆嗎 抹豆 什麼豆 亂講 不然這什麼Jelly Beans 對對對 我記得以前百貨公司都會賣 那一罐也不便宜 哇好甜喔 你也可以直接搭配這個Cereal一起吃耶 好爽 其實你看外面剛剛如果是擠這樣子的話 應該也要10塊錢吧 這比IKEA好吃耶 IKEA的租金還好 好啦那剩最後的咖啡了 對我再喝一個咖啡跟拿一些麵包 因為其實吃來吃去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吃麵包 因為其實後面就一直在吃甜的東西 現在又想要吃鹹的了 好啦那我剛去拿了一個他們這邊的咖啡 就是另外一款伊利的 對我們就來喝看看吧 我想說喝咖啡一定要還是要配點東西啊 拿就拿來一點麵包 這款伊利的咖啡 非常的苦耶 是非常苦 我覺得它不適合當美式單喝 而且它只有苦感 就是苦的味道而已 我比較喜歡路易沙的 就是中間那個爺家雪菲 就是第一杯我剛喝到的 第一杯那杯的話 它雖然是酸 但是它尾韻呢 有一點點就是果香跟糖的味道 就是棉花糖的那種柔柔的感覺 就相較之下 這款就比較不好喝 對然後還有他們的這種脆脆的果乾 都還蠻好吃的 對大概這樣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吃一吃 來出去外面做結尾 吃完啦 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的花費是810元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 然後我們總共是用兩個小時 但是我們只有前面一個小時 是用半價的這個價格 就是90元 那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平日的早上 中午以前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價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90元耶 你一般外面一杯咖啡 就已經超過90了 所以你在這裡面 可以喝咖啡 就可以吃甜食 享受非常優質的環境 還可以看書 對不對 那其實我這裡後來吃來吃去 就覺得它有點像是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那個機場的貴賓室 就其實整個感覺也蠻像的 好 那今天開箱大概就是這樣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